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Benibet, 顺恒 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终于迎来了 Crocs 时无瑕会彩妆线的流离系列 讲解的部分哦 我知道你们等了很久了,都好戏不怕晚嘛 那么在这边开始之前呢 其他多点赞,别忘了把收藏哦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点点关注、学习 记得一键三连哦 相信经历了恶劣已经喝酒酒归宜之后呢 很多人都在想 这个Crocs 这个东子穿的做出来什么样的腰啊 我也算是引连了很多人开始从中国文化材质上面开始下功夫嘛 但是我觉得传承这件事情还是要规矩于材质本身 so 本次的时无瑕会依旧是采用了全通质流离材质 市面上绝无仅咬的彩妆系列 我们这次依然都有大家非常期待的限量款系列哦 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的玩法会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再往后看 好,那我们开始一一为大家介绍 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做时无瑕会 之前给大家介绍其他系列的时候都跟大家说过很多产品很多灵感都来自于 我心境的变化 其实我也已经久久归一到时无瑕会都是我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状态 那到了第三阶段我的状态呢,我的心境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深如流离内外明彻 这是药师金所述十二大院当中的第二大院 我就在想 敬无侠惠的状态 到底在什么时候 才真正存在过 我就在想 可能我有意识 我有记忆的时候 都不能叫做 敬如侠惠的状态 那缩减到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 一切开始的时候 在你用心做 任何一件开始的时候 就像你发自本心 我很喜欢一样东西 我想去学画画呀 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呀 或者像我 我想去做做美妆博主啊 在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的状态 可以称得上是 内外明彻的 所以我们这条系列 才叫做史无侠惠 而材质的部分呢 我们就选用了 中国五大名气之一的琉璃 大家拿到的时候呢 是长成这样一个盒子啊 首先呢 你要把这个撕开 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 那个气泡袋啊 有点廉价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 这种形式的包装 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了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给大家进去看一下 它的花盒呢 是一种丝光纸 看到了吗 这是一种PVC 不是一个单纯的纸啊 能看到上面这些丝线吧 那里面的部分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全透明的一个包装 是市面上第一款啊 冰烧琉璃眼影盘 琉璃的历史非常悠久啊 远可追溯到唐代 那我们Crox呢 就是访便了非常多的琉璃师傅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这些话 都很想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这种传统的非议文化 和现代的艺术将会结合 用古法冰烧琉璃 散香雪晶为载体 捕捉着琉璃静明之美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上面 没有复杂的雕画 但是会有一些 凹凹凸凸的不平整 能看到吧 它并不是非常的通透啊 能看到它里面是有一些 其他的东西在里面的 这就像以雪俱成的冰 因为我觉得灵感来自于天地 以你自然之态 所以它每一个里面的这种纹路 都是不一样的 进去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像一块冰一样 或者说用这种形式 可以给大家看到 它不一样的美 它是蛮漂亮的哦 因为它上面的纹路 所以它灯打过之后 会有这种浮光掠影的感觉 这就是从外观材质上来说的它 如镜琉璃世界 澄澈自然 明亮纯净 深无挂碍 眼影盘和盖子是理体设计的 在这里呢 是有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的 这个是无侠惠四个字 Four Crocs和我们的标识 OK我们来说一下里面的部分啊 那里面的部分 颜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我上一支视频 已经发了它的试色视频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的相机色弱 所以说我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就不做过多的试色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支视频视频 我会把视频链接放在这支视频下面 这一盘呢 依旧是以一个灰掉大地色系为主的 会有几个鲜明冷冽的颜色 因为Crocs一直都是非常不走寻常路的 很多人会说 哎呀 这个秋冬季节 你要想卖的好 不应该出一些 这种暖棕色系的吗 红棕色系的吗 这个盘看起来这么冷冷的 不太好吧 这就要讲到 我包括在颜色的选择上面 其实都有投入我自己的心中的感受 虽然我染了一个红头发 那么这条线 我想讲的是 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 我不想做那个暖阳冬日 我不想交付我的炙热给任何人 我并不想要再让任何人觉得我温暖而过来拥抱我 老男就要让你们知道 哪怕你们是一块一块的寒冰 爱你们的人都会把你们寒到滚烫 这后就有人说 哎不对啊 不对 你这里面可是有一个红色 对不对 这个有红色 这个红色可不一般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谁说我是红色的 其实在这个镜头里面 没有办法拍出它真实的样子 它其实实色更变态一点 它会比这个颜色更绿一点 这拍出来有点发金色了 包括我们大部分这种闪片的颜色 大家看一下 它都是非常冷的感觉 哪怕是这种所谓温暖的棕色 我们里面都加入了紫色的点点星光闪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而这个蓝色 哇 蓝色 谁做到这种程度 还有 这个绿色 都是这么的漂亮 漂亮死了 所有的色块和之前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拿下来替换的 那所有的颜色命名呢 都是单字 所有的单字都是带三点水的 我就不一样加好 比如说沁啊 橙啊 翠啊 汗啊 蓝啊 乳啊 泪啊 拙啊 我之前给你们介绍任何名字的命名的时候 你们都说我中二随手 也不说啊 这个其实没有非常的重啊 但是绝对是不轻巧的 大家喜欢的话 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它是全手工作的 所以说 就导致它不跟每个都一样 而偶有瑕疵发生 如果说呢 就是我一定要找它长什么样子 我一定要长什么样子 那是可能不太行的 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是 那种飘逸感 这一侧是完全通透的 这一侧是有纹路的 有可能是全部都是纹路的 可能有的是 带一点点这种纹路的都有可能啊 所以说完美主意 拜拜 比如说有的会长成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的这个通透感就比那个要更强一点 更像冰 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非常非常的美 我都震惊 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么好看的东西 当然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限量款 还有九种不同花色的限量款 拿三个给大家瞧瞧吧 好不好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呢 叫做般若光华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背面 而这个呢 叫做软红实账 超级的漂亮 而这盘带蓝色的红金呢 叫做碧环红袖 超级美 市场售价 1999一盘啊 一共售十盘限量 不过啊 大家很多人都买不到 不用担心 就我每次上线盘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秒秒空 几秒秒空 然后就被咸鱼 一万多块 连三万多块 卖掉啊 气死我了 但我又不稀罕拿这个限量款来赚钱了 所以说呢 这次 我多做出来了一百多盘 你们知道花了我多少钱 不过不重要 不重要 我不会卖给你们的 我会把这一百多盘 小心谨慎的 偷偷的 偷偷的放进我们 普通款货的库存里 随机发货 也就是说 会有一些人 会有很多人 在买我们普通款了之后 你可能会收到 一款十倍差价的限量款银盘 不到你收到快递 打开箱子 打开产品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买到了什么 是时候让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自己到底是不是欧皇了 如果是大家花普通款的钱 有幸收到了 我们的这个限量款 记得要发出来 让大家知道你们是欧皇 还有就是做高定限量款这件事情 也是 都向我学习 谢谢大家的台爱了 从我做了国风这一块之后呢 我就有点害怕了 我都怕我有一天 我要是不做这个东西了 大家就没有灵感了 你知道吗 好的 那我们的眼影盘的部分 已经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的部分 开始讲解我们的 下一个产品 下一款产品呢 是我们的粉饼 它本人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漂亮死了 我们来把它打开 清脆的声音 这个部分呢 写着我们的食物侠会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本体 就里面四个样子 里面的压花的部分 是用水波纹的 我正好补个妆 这个的柔胶效果 非常的夸张 看我 我这一次的脸 是刚才补过妆的 应该呢 它是这种通透的 雾面妆感 有种漂亮 这个粉铺非常的厚实 而且粉有一定的遮瑕力 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 这种质感 那种短毛绒粉铺 使用起来非常的舒适 虽然它是一个雾面妆感 但实际上它上脸 不会假面 不会假面 这个皮肤就是那种通透自然的感觉 我的皮肤色调可能是有毒啊 我有很多粉碟上脸之后 它都会带有一点一点 那种黄中透白的感觉 我特讨厌 我就说能不能 有一种粉饼 一种 或者散粉之类的东西 能够上在脸上之后 一可以浮沫面膜所有的粗糙感 二可以让皮肤哑光淡湿呢 不会厚重 三我还要兼具那个通透感与遮瑕能力 以及提亮肤色 余益深 于是乎 它就诞生了 就这个粉饼可以直接让整个底妆更生一级 无论是适配任何的其他的粉底液啊 它就像在脸上照一层白纱一样 这款粉饼呢 我不敢说太大的地方 但是我敢讲 在国货里面就没有比我这个好用的 无论从持妆 各个功能的平衡度 还是它的一个通透感 透明感 提亮肤色的质感 没有人比我这个厉害 这个话我非常敢讲 因为从配方成本上来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用一个梯度的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 啊你太夸张了 别人家都是彩衣捧衣 你直接彩衣帮捧自己 那怎么了呢 怎么了呢 怎么了呢 好不能说啊 我就真奇怪啊 就是含蓄那脸是美德了 那我可以不要这个美德的 没有关系 哦对了 这个粉饼我要说一件事情啊 不用用它来烘焙 不需要在脸上拍半天 轻轻压过就可以了 面部也不会觉得干 但是又很空又很直装 不信的话呢 自己买回去试一下 不要云评测 谢谢 好 中头戏来了啊 之前那时候 一直有人催 一直有人催 啊赶快出香水 评测视频箱里面 现在我满足你啊 我们这次香水的 松风雾露 这四只香水 来咯 这次这四只香水呢 是与我们的 非常棒的国曼 玲珑合作的 那么这四只香水呢 有四位品牌之友 是出给玲珑的 四位非常经典的人物的 我让他们性格 以我的理解与分美 异乡金红色合作 产出的四只香水 如果大家喜欢我和玲珑 这样的合作的话 之后可以再有 我真的是一个玲珑的 死忠粉 不过这次呢 不过这次呢 我们没有做 大家都想要的那个东西 如果是这个 我们进行的OK的话呢 新红醋的香气会远吗 其实也不会啊 好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 这四只香水名字的起源吧 这是有一个故事的 又开始听故事了 大家来今天给大家讲故事 一切的起源都在我最开始的时候 创造这四只香水 我们在进行讨论 但是那天晚上实在是有点无聊了 所以说大家就 喝点小酒 唱唱歌 在家里面聊聊天 不知道谁起了头啊 就忽然间开始打开手机 把Siri传唤出来呢 开始和Siri玩成语接龙 就玩的过程当中呢 就一直输 一直输 一直输 我们有一个唯一一个清醒的朋友啊 没有喝酒的朋友就说说 我觉得你们很奇怪 你们知道吗 你们和新华字典 玩成语接龙 你们能赢吗 我就想说 四号 不过 不过 谁说就不能赢的 给大家看这张截图 这是我和Siri玩赢的一个 就是 我还是比Siri有文化的 you know 车远了哈 那一次选 都是因为我提了个词 叫松丰水月 他不认 他不认 他不认这个是成语 那松丰水月这个词呢 是来自于唐太宗写给玄奘的 玄奘法师的一段 诗吧 诗词 是赞美他的一段话 原文呢 是松丰水月 魏族比其清华 仙鹿明珠 俱能方其朗润 不要小看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相当有学问的 清代大学是在命名皇家园林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句诗 就是清华大学当中的清华园 和北京大学当中的朗润园 有些人就开玩笑 讲说北京大学其实应该叫朗润大学 这样听起来更有文化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前面的松丰水月 和后面的仙鹿明珠 我觉得这两字特别好 你知道吗 我想都用了 可是我只有四瓶香水的原本计划 我想把这两个词并一起 松丰仙鹿好了 怎么放上去这么俗啊 我真的是没有水瓶 就觉得仙这个字不好 仙这个字不好 放进去就俗了 我就想啊 松丰鹿 那我觉得缺一个物字 我就把那个下物的这个物字 写上去了 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呢 这四个字都数了 就还是感觉不太好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那用这几个音阶 我们改几个字吧 大家开始改字了 大家开始改字了啊 把这四个字拆开 大家一起来想 有一个人就想到了啊 当时写完之后 怎么念来这叫做 送逢五路 我说怎么还添金口音呢 这个读音不对还不行 我就说太麻烦了 我们全部都加水吧 因为这套系列非常流离 清澈透亮 可能还跟水有关系 我们全加水吧 但全加完水之后 我觉得不太好 我就要减掉一滴水 所以就把松这个字 改成了两点水 这就是松丰鹿鹿这四瓶香水的起源 当然我们这不是华里词 对不起啊 都是有源头的 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大家想到 送了鹿鹿鹿的现象 立刻马上想到 就是冰雪与木质的融合 那冰霜是冷的嘛 木质的气息是暖的嘛 前者更飘扬向上 后者更稳重向下 那这种冷暖的冲突 我觉得最适合马克不过了 它的前调部分 是紫罗兰 豆蔻和雪莲果 中调里面呢 是鸢尾根和龙咸香 而在尾部的部分呢 就是以雪松和檀香为主 搭配了一些清香苔藓 你整个闻下来 前面带有粉感的那些温柔的气息 我们是用紫罗兰的气息 凸显它对爱情的渴望 它在对待它在意的人的时候 那份温暖那份炙热 那份跳动的心的感觉 就是在这一部分暖的部分 而同时在气息当中 还出现了金属般的冷液 这部分的冷是在 它猎荒当中对待敌人的 马克就是一个 个人反差非常大的人 他就是冷液坚毅和温柔 沉稳于一身的人 而同时在最后的部分 那一份木质雕 搭配了苔藓的气息 就可以营造出那种旧木的质感 这一点点缀就是为了凸显 在末世当中 就是那个环境下 整个荒废大地的气息 它就是怀揣着爱与坚毅 驰骋在这片土地之上 香水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盖子呢 也是一个琉璃的盖子 给大家看一下啊 所有的香水都是透明的 实际上香精是有颜色 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有颜色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说我还把它做了 全部的脱色处理 当时我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 工厂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这就是马克松 这是香水 好 那说完马克了 我说马克了 马克上来说我是不是要说一下染冰啊 染冰的这一支呢叫做风 风这个字多形容于声音啊 风声水声 还要形容乐器婉转悠扬 我当时就在想 乐器 我们古时候的乐器是什么 私竹之声 竹子 的确 竹子的感觉和染冰很像 坚韧而清脆 新鲜向上 但是我觉得突然是竹子 感觉像个小子 像个小男孩 不行 染冰还有柔美的一面 所以说除了在前调里面的 新香竹子和豆蔻之外 我在中调里面还加入了中国的白玉兰 配合松柏和薰衣草 整体去呈现 它那一份女性的柔美 光是这两样我觉得太表面 我需要一个从上至下的过程 所以在后面的部分是 大西地香根草和竹子根 那既然它是染冰 既然它与马克有着情愫 我还需要在里面加入一点冷血松木 它是需要被冰冻起来的竹子 松与风都是如此 一个冷意决绝但温暖 一个坚韧有力但温柔 这个呢就是他们两个啦 那物这个字呢 还有一个读音叫做密之隐没 而在读物这个音的时候呢 指的是微妙的感觉 取自于物木无穷兮 虎可圣言 那这一支是谁呢 这一支是白月葵 我就在想在这个冬天 在这个一个一个冷夜当中 最微妙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时候最微妙 出现这种感觉是最微妙的 冬天不应该有花香 那在寒冬里面开的花 是梅花 但如果只做梅花的暗香 我又觉得 也就哪个样子 不够微妙 应该是墨梅 所以这支香水整体呈现的感觉 是雪后的梅花香气 与墨香墨水的气息 相互融合得到的感觉 因为没有墨水这个香精 你知道吧 所以它要把这个气息营造出来 非常复杂 所以它整个香气 三调里面也非常复杂 是这四只香水当中 香调最复杂的一支 具体的香气我不给大家一一介绍 大家能直光感受闻到的味道 就是墨水和美花的气息 但大家不用担心墨水味道特别重啊 淡淡的 淡淡的 虽然白味出镜不若为多 但它就是沉浸在黑暗墨色里面的 一缕幽香啊 而最后一支呢是鹿 鹿这个字呢 指的是雪 其实可以直接做雪的气息 但是我觉得做雪的气息太土了 不够高呀 一男不够高呀 这只香水其实是形容的 艾莉卡 我觉得艾莉卡没有那么的冰冷 虽然它斩杀怪兽的时候 蛮奇怪的 蛮吓人的 但它平常的时候 就是灵动蹦蹦跳跳 很少女的感觉 它就给了我那种 雪化后初春的芬芳 它的朝气 它的蹦蹦跳跳 未尝不能在这个冬日里面 呈现那种青春活力 所以我们在前调里面用的是薄荷叶啊 香柠檬啊 新鲜无花果叶啊 擅长花这种气息 而中间的部分都是一些枝子啊 茉莉呀 粉牡丹呀 非常美 非常清新 哪怕是它最尾部的部分 我没有选用雪松 选用了白木皮和蛇香 加了一点点的檀香气息 它不应该有苦痛 所以它不应该放过火香 它并不甜腻 所以不应该有香根草 这就是它一个清新活泼 欢快 非常非常可爱 但是又不讨厌的小女孩 这是很自我的感觉 这个没有那种包容感啊 也没有那种温暖感 它更多的是一种快乐的传染力 这就是这四只香水 松风雾露 OK我们最后一样东西了 食物小微信的最后一样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 我已经露出过了 我就觉得蛮搞笑的 我们的这款琉璃阔香 大家注意啊 带眼儿这个部分呢 是放在下面的 你自己去淘宝上买 那种扭扣夜灯 是放在下面的 它可以让它亮的 它配送的另外一瓶香精啊 是把香精滴在这个平面上的 你们看到这个平面了吗 看一下啊 这个平面有很多的纹路 它会通过这个纹路 爬满这个平面 以达到阔香的作用 不是滴在这个碗里的 滴在这个碗里是阔不了香的哦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东西 在夜晚的时候 如果正常使用 你们自己去配一个那种 小纽后灯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它的实际效果呢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 大概这样滴进去 一两滴 一两三滴 这样子就可以了 很多人会说 那它不会留下来吗 你只要 你只要不这样 不这样 不让它倾斜 它就不会流出来的 放在那 它自己会爬开 这个东西不只是配 于我们自己家的香精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 是搭人一起送给你的 你可以用完之后呢 去买别人家的 或者说一些精油 都是可以的 它就是一只 木制焚香料的气息 广获香 乳香 焚香 就像乳香与焚香 生于死开始一节 唯都寄居一体 它所散之香 如月行虚空 又被几种风所吹 暗香输影 镜子存留 入琉璃一点 随香入梦 希望大家拥有这颗阔香石之后 能够夜夜好梦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 可能这一年 有一切的不如意 但是在这个冬日里 不要再去多余的温暖水了 你现在最需要温暖的 就是疲累了一天 倒在床上的你 好了我们产品都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活动 时间我们从4号就已经开始了 先说一句题外话啊 11号零点的时候 我们的990密住全家福会上架的 不要再催我啦 活动和之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一个东西 就是洁面金的那个赠品 换成了两只那个精华小样 那个套子我这些盘了一下 就稍微有点赔钱 你剪一下 好我们来说史无侠惠的部分 相信有些小可爱已经发现了 我们已经开售了 对已经开始定金了 这个是需要定金的 是从4号零点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10号的晚上10点 回饭的时间呢 依然是11号的凌晨 0.30分 我再说一遍啊 定金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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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最划算的操作方式了 不如果想买的话 不用给我冲10月11号那天的业绩 先买 项目破项正常售价是159 但是你付定金20块 最终是当35块钱 是相当于说省15块钱 并且前一千名付款的呢 还会再送你一瓶香薰 粉米的日常价格是159啊 这次双11最终到手价是139 并且会加赠一只黑黄厚的液体眼睛 就不灵不灵的那个 香水的日常价是119啊 付定金到手价是99 会送黑黄厚的护手霜 注意 四只一套的香水套组呢 11月11号零点当天会上 不过 不会比你付定金一只一只买便宜 史无侠后的眼影盘会非常夸张 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正常价格是279 不过这次双11到手价 最终付款定金啦啦这些东西 是219块钱 还会加赠眼唇卸妆液 110毫升 还会有几个小套组给大家说一下啊 玉藏附生系列的那个睡眠面膜 和白泥一样有个套组 正常活动价是198啊 付定金到手价是158 会送他们两个子的小样 还有一个十重无键 谢子号的医疗的水乳套装 就是那个液体肤料和伤口肤料 这两个放在一起呢 日常价格是318 付定金到手价是209 送伤口护理软膏的小样两只 还有美双蛋的活动哦 末夜之心 我们对老板和黑猪至上 这两个 一共五颗蛋蛋 这张价格是78啊 这次付定金到手是50块钱 还有加赠了你一个蛋壳 11月11号当天呢 会有一些现货的活动 具体你们可以去看详情页 包括一些什么优惠券 巴拉巴拉的 我上期视频已经讲过了 我给你们说一下满赠活动吧 就是满259呢 是送眼唇蟹 限量6000份 满359呢 是送黑黄后的蜜蜜 再加上一个眼唇蟹妆液啊 限量4000份 满459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两个 再加一个化妆包啊 限量2000份 依旧这次还有99块钱的福袋啊 手页上面还有一个199 减100块的一个专区啊 大家可以自我品鉴一下 依然还有抽奖活动啊 只要消费就可以参与抽奖 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以及在11月11号零点 注意是零点啊 不是我一款你夸 零点付款的前1111名 我们会全部送卸妆膏 双11当天10月11号 当日付款最高 我们会送256G的iPhone 12 Pro Max 这段时间依然有秒杀活动啊 大家自己去关注店不会逃 密珠的部分 我们在多说 密珠的部分 我们的全家福会上价 不着急啊 零点的时候上 包括那个小套组就是水 精华和面霜的套组 也会上 包括还有很多老品 叭啦叭啦对我活动啊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 大家20号那波的和 11月1号这一波 没有赶上的没有关系 4号到10号这一波还有 整个天帽的发货物流速度 都还可以耶 都挺好的啊 其实我挺想知道 大家都买了些什么的 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晒晓单 我想看一看啊 有什么可以买的 看能够重草 其实我也蛮希望 大家全部都是Crox晒单了 也挺不错的啊 你们觉得唯款人 已经下班了吗 没有 我们都是唯款人 加油哦唯款人 希希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 累死我了 希望这次的东西 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 请你们多点赞 在这边收藏哦 如果大家有点关注 学学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11月10号晚上见 拜拜